你看你弟弟 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 怎么样啊 吃吧 都挺好吃的 霍宾哥哥 这是不是你的机票啊 是我的 谢谢啊 又要去哪儿玩啊 爸 妈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呀 被国外的一个一流大学录取了 我准备出国进修 国外 你说什么 你们俩 不常说嘛 说我在公司啊 无所事事 呆着也是呆着 浪费时间 不如趁着年轻 好好出去 多提高一下自己 混蛋 现在刚刚做出点成绩来 你怎么可以走呢 就是啊 你说你出国那么长时间 你身体又不好 要是把家人都忘了可怎么办呢 妈 您说什么呢 怎么可能 我都多大了 我出去能有什么事 何况 这次到国外 很有可能把我的病人治好了 我哥联系了当地一家 特别厉害的医院 那个医生啊 我估计创生性是医障 说不定我下次回来 就都治好了 你去国外 治的不是你自己的病吧 治的是你哥哥的 心病吧 我 你